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这样的情况 央视出台的这档综艺 也是符合现在的价值观 央视播出的金玉颖平板脸扫鲜肉 网友 他只是个90后 对于央视这档的节目也是充满着正能量 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应该会发现这部节目的时长只有16分钟 根本不像其他的综艺一样娱乐性偏多 这档综艺给大家展示的饰演员在一次次的表演中 不断的打破自己之前的东西 更是把自己当作是一张白纸 将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以后的表演中 也是会更加丰满 在看过第一季的观众 应该会发现其中的演技都是非常棒 而且在众多老旗鼓当中 你会发现他们的演技 就如同开挂了一般 在他们那个身上 你也是看到什么是演技 而且你会发现在第一季的时候 你会发现还有一样天气 虽然是一个00后 但是演技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不像很多小线肉一样 只有脸没有演技 在第二季的时候 基本上除了董子健也都是一些老旗鼓 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深受观众的喜欢 其中董子健的年纪虽然小 但是演技却是非常好的 在出道以来董子健的作品也是非常不错的 演技也是得到了大家的热 可 熟悉的人应该还知道董子健也是完成了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和孙妮结婚以后也是有了女儿 这些人的演技也是非常棒的 在节目中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在现在的娱乐圈中 很多明星 基本上都是在靠脸吃饭的 根本不会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演技 但是在随着时间的发展你会发现 这样的人在娱乐圈中也是混不成时间的 毕竟没有人愿意去给一个没有演技的人买单 所以说想要在娱乐圈中混 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演技的 不要像现在灯红的小鲜肉一样 只顾靠脸吃饭 在看到这段节目以后很多网友也是呼吁娱乐圈中的小鲜肉 去看一下这段节目 好让他们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演技 不要再次凭借着自己的脸吃饭了 面对这样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都是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感谢观看